13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召开西藏考古发现汇报会 通报了四项西藏重大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 包括切热遗址、马不错遗址、格布塞鲁遗址和当雄墓地 其中,格布塞鲁遗址是一处包含有建筑和墓地的综合性遗址 距今3600年至2100年,年代跨度长,文化内涵丰富 这一发现初步表明,在商代早期,我国西藏地区就与周边文明存在交流互动 格布塞鲁遗址位于西藏阿里项泉河北岸 从2017年到2020年经历了长达四年的考古发掘 出土大量的铜器、陶器、玛瑙珠等文物 而遗址还发现了200余件诱沙珠,尤其让考古专家感到惊奇 我们没想到这个墓地会出土诱沙 这个碳日子侧年大概在距今3600年左右 大概相当于商代的早期 比我们熟知的这个三星堆遗址还要早几百年 这是我们目前就是中国境内出土的年代最早的诱沙之一 诱沙珠是原始形态的玻璃 由石英砂、碱和石灰石混合在一起 在700至800摄氏度间烧成胎 表面在涂上一层诱料后最终烧成 制作工艺相当复杂 将诱沙珠穿成项链 甚至做成瓷砖 是古人一种昂贵的艺术追求 专家介绍 分析成分和制作工艺是研究陶瓷的两个重要维度 同时期 我国新疆天山地区也曾出土过诱沙珠 两者外形虽然相似 但成分不同 这就说明它们来源不同 随即考古专家将目光转向南亚地区 同时期 南亚地区是诱沙珠的生产中心之一 却发现 它们的制作工艺又有很大差异 最后考古专家将目光转向更远的埃及 在埃及地区 无论是外观上成分上 还是制作工艺上 都能够找到一些类似的产品 外面不是有一层薄薄的釉吗 就是这个玻璃质的物质 很纳的 我们讲的高纳油沙 埃及是生产这种高纳油沙 埃及是世界上 诱沙制品的重要起源地 距今六千多年前 就已经存在诱沙生产 尽管有诸多相似 但西藏格布塞鲁遗址的诱沙珠 在质量等方面与之仍有较大差异 考古专家综合判断 西藏格布塞鲁遗址的诱沙珠 其制作工艺极有可能源于埃及 但是从埃及地区到西藏的阿里地区 仍存在学界目前尚不了解的传播过程 及传播路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